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日期我們不會說了 不過 我們 由於這個是一個特備節目來的 我們都是超時空介入的 無論在任何時刻我們都不在香港 中環是否共和國境內 我們 通常的定位會在馬達加斯加 那個年代沒有了 沒有了 但變了甚麼 我不知道 這裏不說了 所以不透露原機 不透露原機 洩漏天機是有 會麻煩的 我們 這個是一個特備節目 香港 反敗為勝 第二章 在說之前 大家要記得 支持七部曲 現在新追加 鑑於太多網友有這個printing 有很多不過十萬的 大家幫忙按上去吧 是不健康的 再說一次 不適合聽就不聽 即是偏聽 不要犯人家犯的錯誤 剛壁自用 剛壁自用 總之你只是選擇自己喜歡聽的 這樣 是一個大忌 這樣會營養失衡 你不可以只是按別人的災難 心理變態 再這樣下去 好了 我們要認真說 香港如何反敗為勝 第二章 我們第一章就說到建制派 接下來立法會有機會會輸得慘了 其實我們都沒有說完 這次我們會說回 其實也是有機會在商界方面 在立法會裏面的商界 功能組別的人 還有外面 做生意的那些商家 當然不只是分析李嘉誠 新同基等等 不過這些都已經很糟糕了 其實韓國業的人這次面對的影響是很大的 現在香港其實是 揭起另外一波移民潮 而這波移民潮 不只是 黃絲的 藍絲 相對來說 他們的移民的動力更加大 因為你想想 很多藍絲 我們以往認識的 他們其實就是 不關心政治 他們基本上是被 建制訓練成為 希望你們 不關心政治 只是關心利益 利益他覺得因為他控制了政治實權 他可以去做分配利益者 而我分配利益 而你只關心利益 就變成我可以操縱你的抉擇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嚴格來說是建制訓練出來的 當他們 一感覺到國安法立了之後 其實會怎樣呢 第一時間他會覺得他自己的財產 是有機會隨時 被人家奪取 他覺得你這次是說謊 你基本上 打破了香港的一國兩制 打破了以往許下的承諾 你送中條例的時候 無論你怎麼銷售 都知道你在說謊 喜歡在香港的人就是因為知道 跟大陸是有分別的嘛 所以我一直都說 大陸 為甚麼大陸人那麼喜歡來香港買樓 而香港的樓價為甚麼可以這樣升 就是原因香港是安全 國安法之後 香港是不是更加安全呢 表面上是 因為出到來 就很大機會被抓 你是想減少一些人不出來 但是是不是代表安全了呢 很簡單而已 如果你計算數字 即是由這個 反送中運動開始 警察說你們乾犯 犯罪者人數是急升 其實是因為瘋狂的拘捕 要被控告的那些都是犯人 犯罪率是突破新高 還要是18歲以下的犯罪者 急升 國安法罵了之後 分裂國家的人數 大幅上升 以前沒有的 香港是零的 現在又多人分裂國家 有幾萬人分裂國家 過千人分裂國家 對全世界來說的畫面很難看 即是以後你公佈那個數字 今年公佈 首櫃抓到 7000多人分裂國家罪 這是甚麼地方來的 巴勒斯坦 明年 拘捕了1萬5人 顛覆國家政權 敘利亞也不行 沒有一個地方可以 打到開花的地方都沒有那麼多人在分裂 那裏最多分裂8分 有8個勢力 灰特遊擊隊 土耳其 俄斯 德政府軍 其實只有反政府軍 反政府軍分裂了多快 應該是四五個板塊吧 當然不是伊斯蘭國 極限的啦 你連不了那麼多塊的 因為都要買東西的嘛 不符合economist skills 我們 今集其實要分析多幾個 不同的商界 其實零售 是有很大的影響 零售是打擊到體無原夫的 當然本身零售就被網購打到半死了 加上 現在的社會 整個氣氛 商場基本上沒有生意 靠收租的商場 其實首當其衝 由伸同機為主 你 逢是有大型活動 每個人去了商場 猜到就要下去了 進去商場 誰敢在裏面買東西 久而久之 下次也不敢再去買東西 未吃過催淚蛋嗎 所以 認商環境 其實就是 黑暴黑暴暴把暴徒暴徒暴徒進去 這個都是 最終ыми放進去的 都是催淚蛋來的 但你怎麼講都很沒用 老實說 在裏面的商家 只有越來越難經營 難經營就要你減租 減租也沒有生意就走 所以大家看到 越來越多吉舖在外面 外面的吉舖 零售 其實未必一定多吉舖 是很多零售舖轉型做飲食 因為飲食不多不少 始終要吃飯 反而飲食還可以勉強捱得到 零售真的很差 現在外面 起碼在零售界 受到打擊 然後旅遊 也沒有旅遊生意去做 酒店業死了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有示威 開始就已經沒有了 因為大陸政府就不讓遊客來 然後疫情就把他們冰封 疫情就把全球冰封 另外還有一個 其實是受到很大的打擊 第三個打擊 其實就是經紀 經紀 包括 地產經紀 保險經紀 基本上香港也是經紀 香港本身就是經紀 為什麼對地產經紀和保險經紀有很大的打擊 去年 爆發這個運動之後 大陸減少了很多人下來 疫症之後 而很多經紀其實是主要做大陸單 很多人站在廣東道 鬥客 沒有了大陸客之後 其實他們的生意跌了九成 很多人 想大陸客回來 但是他們 很嚴重 所以AIA就要支持國安法 他們的老種 但是香港的AIA 跟美國的AIA已經是割裂了 是一個獨立的 大家不要忘記了 好像在說經濟那樣 緊構一些政治 以上所說的那些界別 全部都是 有自己的界別 功能組別 當然他們也是香港選民 首先 現在 如果你用建制的角度 去看他們的選舉 首先他們 原本要經營的 那個盤 基本上是陷入 爆破和崩潰 他們不是不需要選舉的 大家不要忘記 他們不是 不用搞的 即使你看 台灣就不用說了 台灣是 大陸基本上是 徹底爆破了他的陣營 國民黨基本上就是輸到現在 只剩下十幾個百分之次 都不懂形容 輸到他們那種 難以翻盤法 我們就看不到 看不到他們為甚麼會有得贏 雖然如果你看到民進黨 你會發現民進黨有很多問題 也沒有理由民進黨可以一直執政下去 但是你看看國民黨 唯一競爭對手 那個問題 它崩得更快 是的 崩得比 這個民進黨快很多 快很多 即使是沒得救 也不知道怎麼救 沒錯 那麼我們把他的眼光搬回來香港 其實現在香港建制派裏面的崩盤 我覺得 跟這個 台灣的國民黨是很相似的 可能更加嚴重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他們很早已經知道 那些不夠激的 那些不夠何君堯模 說真的 已經完全是 被人是飛掉了 這個年代已經是變成了 鬥了 鬥擊 何君堯模 何君堯也可能是溫和了 何君堯也可能會沒有力 大家可以想像到 以往那些 建制派 以往的一大堆 真是來的嘛 尤其是功能組別的那班 有事慢慢說 我們坐下喝杯茶 你說的不要那麼大聲 不用那麼激動的 喜歡叫別人不要那麼激動 不是大聲就是有道理的 那些現在是輸了 因為他們那邊的人都很大聲 要出道 而且他們很嚴重 嚴重的程度 絕對 不讓民建聯和工聯會差 民建聯和工聯會 接下來我們覺得他們有很多支持者 第一 打算移民 第二 續舊BNO 第三 不投票 我是猜到現在他們會做三件事 你派蛇齋餅種 你派不到那麼多 拿慣你的東西 又不代表會投給你 意思失傷 反送中運動就是那些新移民家庭 最終就是反對你 最終變成是 所以其實現在他們沒有辦法 然後再說 選舉 首先不說民主派 建制派到底他是不是還可以維持 六四黃金比一個四呢 你真的要想想 剛才我們說了 據這個年初幾個數據統計 就是痛恨林鄭月娥 甚至下台有85% 我們把六四黃金比 斬開 即是說建制那裏有25% 是40%的25% 8分之5的人 是不滿意林鄭月娥的 而國安法我覺得的比例是很接近 那麼問題就是他們現在這陣子 不知道自己在宣傳什麼 例如你走過 看見那些 banner 還要跟你說一下那些保健 完全是你覺得 你是不是在那裏居住的 你好像是所有新聞你都看不到 無論那個藍絲是多藍 幾民建聯 幾工聯會 你都會想 連提也不提 BNO 或者是移民那些東西 你都不會說的 現在的國安法你又不能說 你又不敢大讚 他們沒有的 其實建制法的Band 你留意一下 他們連被人說成功爭取國安法也不夠膽 你叫他們說成功爭取 死定了 以往民建聯工聯會都會拿一席 如果他們夠膽說成功爭取 兩席都沒有了 真的會沒有了 不投理就不投理了 現在是提也不敢提 說又不敢說就跟你說牙科保健 醫療保健 九不答八的說話 嚇倒你 當然有些極妨也還是會說成功爭取國安法的 也有的 不過那些人成功爭取國安法的一定是 屬於趴在那裏 區議會也不用說啦 區議會也不用說啦 直選也不用說啦 所以接下來他們的選情真是嚴重到不得了 如果建制裏面的選票 有百分之五 是不出來投的話 你想想他們的後果是怎樣 後果就是輸了所有直選 提出疑問的時候來了 聽了那麼久 那你說來講 又是選舉 有選舉有用嗎 最後就是被人抬出來的保安 最後就是要街頭抗爭 選來做甚麼呢 有這樣的疑問跑出來的 有很多人 這個疑問其實我們也有的 不過要和 大家 再深入一點分析 剛才的說法 我們也有說過 但是是不是 一下子可以做到 以及是不是可以在任何時空 任何場合 都做到呢 這個疑問 走出來了 看看區議會 區議會如果要拘捕你所有區議員 不讓你開會 把你扔出來 其實是做不做到呢 今時今日的香港警察的武力 一定做到啦 你的區議員 端古不夠示威者打了吧 你開區議會的時候 他不可以衝過來拘捕你 你說國安法過了是不是都可以衝過來拘捕你呢 不敢這樣做的 他現在呢 就不是 法例有沒有權力 有沒有人 夠不夠人 這樣做的 而是現在呢 其實他有某程度上 如果你說幫他講底線 幫他講好說話 那不是好不好說話的問題 現在其實 你還看到他有些事情 其實是不敢做的 或者是很不想做的 好像 他們現在 之前說的話 昨天改口 剛才說 這個光復香港時代的革命都是犯法的嘛 有四五股不同勢力的人 他們有不同單位的 出來講不同的版本 譚慧珠就說 這樣也不犯法的 不過我覺得應該有表徵 法例沒有這些東西的 又多了一件事 叫表徵 病徵就有而已 你一提議做醫生 法例不是醫生 還有一件事 跟著呢 他們談了中 初初出來說 就是說 如果你 支持這個 媒體 揭露警方的黑暴 那些警暴呢 你有機會犯國安法啊 因為你令到 那些人憎恨警方啊 一會兒又不是那回事了 又說又推翻了 我不是 剩下言論自由 現在他們 坦白說 硬過了 其實 我們要想一想 中央政府的想法 所以 永遠的問題是回到國安法之前 問題也沒有變過 問題就是譚耀宗 譚慧珠 出來說話的時候 然後 問題又來了 一 你問了北京沒有呢 很明顯沒有啦 自己亂說啦 然後說完之後就被北京吵了 甚至乎沒有 其實還沒有 問題就是 上面也沒有定調 你又出來說 是不是 中聯辦 主任又問 你倆 跟我開會了嗎 我還沒說 為什麼你倆又出來說呢 沒有錯 他們也會有這個質疑的 現在我們是不是一隊的啦 你站在那邊 我們是打球的啦 我還沒指揮 你們倆又出聲 是不是又吵了 而事實上他又沒有收 更上級的命令 又沒有 因為又回到國安法 最後 每一件事有回力錶來的 為什麼最後每一件事 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有港獨含意 也要問回北京 最後其實也要問回習近平 習近平說 其實那幾時才能把這個禮物脫掉呢 怎麼回答你呢 應該我做來做去都是 整個香港我都管了 中國國家之前還不成為香港特首 連拉不拉哪個示威者也要問回我 由原本我交給你那些混蛋去搞 變成現在你連這些東西也要打回北京問 我們跟大家說最後一件事 最近你看到北京 泵那麼多錢來香港 股市道 其實是為了什麼 為了要保住香港金融中心這個招牌 所以 這集其實是說不完的 我們要第三章說 我們要第三章說給大家 香港 現在大陸是要用很多錢 他知道做錯了 其實是要自己走錯了 所以 他要把很多錢出來 建立市場信心 即是說 接下來有很多事情 他未必敢做 當然我們也是猜測啦 有時候可能會 分析啦 這裏不是占卜的 我們只是根據他的做法 喜歡聽占卜 你可以聽到別的台 我們現在的分析 就是 第3章 跟大家說 拜拜